字幼其实是老公是长男 对对 大媳妇 我是那种嫁进去是年纪最小 但是辈分最高的 那你会 因为过年的时候 这大媳妇一定进不过 对啦 其实是因为而且 在我嫁进去之前 我老公其实就知道 我还蛮会煮东西 蛮会弄东西 那我说实在话 因为我嫁进去 你介绍我们还有几岁 25岁结婚的 我26岁生大儿子 所以其实我蛮嫁进去的时候 第一年很好奇就是说 小浪哥居然会结婚了 然后娶了一个老婆 所以大家第一年 亲戚朋友就很好奇的来看 那又发现我是会做料理的 那我说实在话 我刚嫁进去 因为我自己的妈妈 我觉得很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自己的妈妈 以前嫁来我爸爸这边 我爸爸也是老大 我妈妈也是大媳妇 那时候阿嬷也是跟我们住 所以根本就是一个 整个的一个copy版 你知道吗 所以小时候我就看到 我阿嬷跟我妈怎么样的一个周旋 然后我妈妈什么事都是她在做 所以相形之下 我觉得我也应该要这样子做 所以我很多东西 有一个学习的典范 对刚开始我也不会去争取 我就觉得说 嫁过来好像就应该我们要做 然后有时候我妈妈 我妈妈还会很多事的打扮 我可以说你的鸡好多抓几只 然后你东西要多准备什么 你那个年糕要多买什么什么 她还要本来我婆婆没有这么多礼俗的 说实在话 那我妈妈她就会跟我讲说 不行你要多做 就变成我的娘家一直督促我要 做个好媳妇 完整的来做好媳妇这件事 但是其实有些时候 就事情很多 但是因为好家在就是我们能力也不错啦 所以其实 对那最主要是我自己也喜欢煮这些料理 然后人多其实是开心跟热闹 我说实在话 因为北部的一个过年的氛围 其实真的越来越弱了 那其实大家一起吃吃喝喝 其实没有小孩的时候是很开心的 但是我觉得最有变化是到第二年第三年 当我自己有小孩了 我又要顾小孩 那我又要做那么多的事情 然后又要煮药弄的时候 其实就有点忙不过来啦 会讨厌过年吗 这一两年比较讨厌 为什么 因为第一小孩大了 第一小孩大了小孩也不在 那我们真的就会 就像原浦讲的 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要回婆家去忙 还是娘家在揪 你不是就在婆家吗 对但是我要留在婆家吗 还是朋友在揪要出去玩 我要不要跟他去旅行 你在那边纠葛你知道吗 你纠葛什么 就是说我可以丢我老公 然后我就跟着人家去旅行吗 我老公就说那要过年了 对 但是我小孩也不在 那过年你都整天打麻将 那我还是无所事事啊 我还是很无聊啊 那当你无聊的时候 你就只能去煮饭啊 但我又不想要 一直煮饭 一直煮饭 因为以前小孩小 你是煮了自己小孩有吃也就算 但现在不是啊 现在都煮饭吃 对啊 哈哈哈 你知道这就是一个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 那你应该要留还是不要留 还是真的可以坐自己出去玩的 所以我跟着非常了解周应君老师 就是想说他可以自己去旅行 旅客人去旅行 阿伯爷你有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吗 我没有我没有自己一个啦 其实我大概在三年前 四年前我公共过世之后 然后三年前我爸爸人不舒服之后 其实我给他们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了 因为我觉得时代背景不一样 时代变迁不一样 然后在我们有能力的时候 能带老人家出去走一走 这其实功德一见 所以我其实在前两年 我曾经就是带着我自己的爸爸妈妈 跟我的妹妹 跟我妹妹一家人这样子 那因为我弟弟每年 也就是唯一的儿子都是 跟着他娘家的人出国去 弟弟跟着他娘家的人出国去 这就是他老婆的 这就是新兴人类了 新兴人类他们就觉得说 他们上班一整年 然后娘家的人也觉得说 他的媳妇女儿都上班一整年很辛苦 过年要好好休息 所以人家永远都是过年前就出国去了 然后回来的 就是说弟弟并没有陪着你 没有回来我这边过年 就是跟着他老婆 就是一起出国去过年 然后回来就是上班了 所以其实过年变成我爸爸妈妈的儿子 其实都没有在台湾的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妹讲好 就想说 那我们就 爸爸很想去日本 那因为我一个人带老人家是不OK的 因为我还有小孩 你没有办法照顾这么多 所以我一定要拉着我妹妹 那我妹妹的老公 那就人多 就比较安全感好像比较足 所以其实 你几个人在那 我四个 我还有一个姐姐 但我姐姐没有结婚 对 所以我就带着 我说兄弟 只有一个儿子 只有一个儿子 对 那我们家非常中男亲女 对 我们家非常中男亲女 所以三个女儿这样子 然后我就跟着我妹妹 然后就带着我爸爸妈妈 其实连两年我都带着他们出国 去走一走 其实我后来发现 出国走一走 其实没有比较贵 当然过年那阵子的机票是贵点 但是我们就订那些廉价机票 然后这样子瞧一下 其实你一样在台湾 要包红包支出的那些钱 你出去走一走 第一心情不一样 第二至少全家聚在一起 对 那其实像这一两年 我爸爸身体越来越差 你也不见得有办法大家出国 机票越来越少